星剑石在印度洋溅落的时候 部分舰体都变色了 那不会是假的304吧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宋师金语 今天本来天一不错出去走走 结果太热了 就超时看了看 顺便想录上和大家录一段 结果文字太多 只能回来给大家聊聊 最近不是星剑第十次飞行成功了吗 我看很多人都在转发那种发射再入的壮观视频 不过有一个新的画面就特别吸引我 就是飞船最后在印度洋上空溅落前 我们惊鸿一瞥 镜头摇摇晃晃的 看到了他那个船体表面 反正一种特别漂亮的这种橙红色 好像被火烤过一样 结果有人就在评论军问 这是不是不锈钢被烧的生锈了 马斯克不会是买了假的304不锈钢了吗 赶紧打个PTT 先给他推荐一款测试不锈钢的测试液 五块还包油 那你值得拥有 开个玩笑 但是这个橙红色火箭表面烧石的橙红色 确实它是一把钥匙 能帮我们打开兴建整个它的设计理念的大门 今天我们就从橙红色的烤痕开始 我们随意唠唠唠它背后藏着哪些的窍门 首先这个可不是生锈 而是兴建身经百战的勋章 这个现象在材料学里叫什么呢 叫热变色 Temper colors 不锈钢在被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烘烤之后 表面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氧化膜 不同温度下 它膜后不同 就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 大概300度左右是偏黄 到了500度就会烧成深蓝色 再往上接近600到800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那种橙红到紫红的色泽 新建的外壳 厚度大约是4毫米左右 经过改良的301 304的这系列的不锈钢 背面 背风这一面 它就靠这层钢材本身硬扛载入的加热 厚度听起来是不多 但配合它结构的强度和散热的特性 已经足够承受载入的热冲击了 这就回答了 为什么有的地方发黑 有的地方反红 那是一个真实经历的烤痕 不是瑕疵 而是设计的一部分 说到这儿 肯定有人想起了航天危机 是吧 那么也是这种思路吗 航天飞机还不完全是 航天飞机的骨架 它是铝合金 大家知道熔点铝 600度左右 那么它栽入的时候 动辄就上千度 栽入大一层 它根本就抗不住 于是必须全身上下包裹着 隔热网和隔热毯 那就跟个瓷娃娃一样 一块金属 那都不敢落在外面 它就带来一个致命的缺点 什么呢 任何瓦片如果破损 都可能架成灾难 最典型的就是 2003年吧 哥伦比亚号航天危机事故 发射时的时候 这一块隔热瓦被脱落的泡沫击中 导致呢 机翼的边缘缺口 等到栽入的时候啊 高温气体就从这个裂缝灌入 整艘航天危机就在高空接地 七名宇航员遇难 大家可能还记得画面 而星舰的不锈钢机身的熔点呢 是在1400度以上 哪怕是局部的瓦片损坏 钢材本身也能撑得住 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重点防护 把有限的隔热瓦 集中在银峰面 其他地方呢 靠材料自身硬扛 所以啊 一个是全身 创着这个瓷甲 一个是指护要害 这个不仅仅是材料科学的差别 更是一种全新的 这个所谓的工程哲学 所以你看这个航天飞机啊 就跟咱们金元帅 访问一样啊 领导走多少几台阶 你作为礼宾官 你要心里有数 你想想 领导是身旁体胖啊 供养力有限 万一多走几步 敢屁了咋办啊 对吧 所以你别笑啊 领导就跟航天飞机一样娇贵 一块泡沫 就能让Space Shuttle解体 那一块酒精棉啊 没准也能燃起熊熊大火 所以啊 做人还是要跟兴建学 皮实一点 话说回来呢 兴建回收后啊 表面是脏兮兮的啊 带着烧痕和口痕 那将来它重复使用的时候 怎么办呢 难道每次都要打磨泡光吗 不会啊 瓦斯科目标是什么呢 是把兴建当飞机用 核心呢 是快速复飞 而不是翻锈如新 所以呢 对那些橙红色的这个烤痕 处理方法很直接 只要检查后 确实结构没问题 就完全不管它 那些烤痕啊 不影响性能 反而是一艘飞过的兴建的这个履历 是寄飞的是吧 最真正要紧的是黑色的这个割肉吧 每次飞回来呢 地面团队都会快速的扫描一遍 检测有没有破损或者脱落的瓦片 如果有就像换灯泡一样 赶紧拆下来 装上新的 效率啊 比当年的航天飞机要高得多 换句话说呢 不影响安全的痕迹 一概保留 影响安全的部分 用最快的速度替换 那么说到这次IFT-10啊 有网友说呀 就说 这个呢 就是个货运测试船 没装载人系统 隔热也不完整 顶多算个半成品 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啊 它确实是一次货运测试 带了模拟微星上去啊 把这个所谓的太空货车的功能都跑通了 开开门 投递是吧 也确实没有任何载人设施 但是隔热系统不完整 这一点呢 反而得 我们得反过来看啊 大家知道SpaceX 这次是故意整 或故意瘧机 他们会特意拆掉一些隔热瓦 做极限的机动 就是为了测试呢 到极限 能撑到什么程度 结果呢 它真的撑住了 996倍问题 还成功降落了 是吧 所以这次飞行啊 证明的是 新建的隔热和结构的强度 比预期的还要强 那未来的载人版的新建 它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有网友就打了比方啊 说像装卫生间那样是吧 一体化预制好模块 往里面一放就能用 其实这个思路 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未来新建的内部啊 确实可能会安装一个 高度集成的 载人舱的模块 但它不会是 现成的这个龙飞船 我们把龙飞船 这个扒掉外壳是吧 因为龙飞船 只是适合几天的近地轨道任务 新建要跑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深空旅行 所以它需要的完整的 这个生命维持循环系统 氧气回收啊 水循环是吧 还有大空间的活动和工作区域 再加上就辐射的屏蔽 特别是火星飞行啊 是特别重要的 还有就心理健康的这种设施 比如分割的这种私人空间 那宇航员 他怎么上下飞船呢 哎 装个电梯吧 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这个火星救援 怎么把审是吧 里面宇航员呢 是从火箭底部 啪踢的上去的 可是新建56米高 底部全是猛奇发动机 你别说踢了了 连门都不太可能 开在下面 所以我觉得 现实的方案 更可能是什么呢 在发射塔上啊 通过一条对接的廊桥 从新建侧面 高处的舱门进入 那到了火星或者月球 可能会啊 用这个所谓 内置的升降梯 或者外挂的电梯舱 把宇航员呢 和设备呢 送下表面 换句话说呀 未来宇航员的登船方式 或者接近啊 这个飞船的这个登机啊 可能不是考上梯子 那么今天呢 就和大家唠这么多 你看我们从一个 简单的这个 橙红色的考痕是吧 聊了它的材料厚度 设计哲学 在那航电飞机这个惨痛教训 我们还想了将来 这个宇航员怎么上下星线 我们可以给它设计一台台库电梯 对 下一期我们正式讲 这个台库电梯啊 这就是星线项目啊 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它的每一个细节 都可以说闪耀着 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思考 也逼着我们呢 去重新审视过去 并对所谓的星辰大海 产生更具体的想法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带评论周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